接下來我們多元書竟然介紹它是什麼 我們舉兩個例子 動植物各舉一個 我們今天介紹的第一個例子叫納甲蹦 這個是念蹦 蹦你看它的名字是石跟水 石頭構成的水 什麼啊 什麼叫石頭構成的水 它就是古代的水車 石頭做的或是木頭做的 你用腳去踩它會旋轉 旋轉過程中把低水位的水達到高水位 這不就符合抽水馬達嗎 我另外提供能量 使得低位能達到高位能 只是這個提供的能量不是電能 是受力 就是我們啦 人啦 所以蹦就是另外提供能量 把東西打上來 那納甲蹦就是以前 門在基屋的時候我所學到的 納甲邦埔 邦埔是英文的英语 所以這時候就看你的 氣質跟風格了 我從洋媚外 我叫他納甲邦埔 我想要東方古典文字 我就叫他納甲蹦 納甲蹦就是納甲邦埔 納甲邦埔就是納甲蹦 這樣子 那下面是他的運輸過程 就是過程這個機制 你們需要了解 好開始 首先一開始呢 這個蛋白質 納甲蹦這個蛋白質 他的開口 一開始朝向細胞的裡面 好這是細胞 一開始朝到細胞裡面 那你朝到細胞裡面之後 我的納離子就可以連上去 連到他的這個位置上面 好 連上之後呢 我花ATP ATP分解了 釋放能量 然後使著這個ATP上面 掉下來的磷酸根 連到了這個蛋白質上面 這是個磷酸根 這個過程叫做磷酸化 我把某個分子 接上了磷酸根 我就會說 我把這個分子磷酸化了 磷酸化這個動作 在生物裡面 常常看到 好 當我磷酸根接上去之後 因為我接上了新的見解 電子分布也不同了 各種見解的作用力也不同了 我的三度空間結構就改變了 我的開口從槽內改成槽外 一槽外 剛剛連上去的納離子 就釋放到外面來了 同時細胞外的甲離子也連上去 連上去之後呢 我下一個動作叫做 磷酸根掉下來 這個過程當然就是磷酸化的顛倒 叫做去磷酸化 磷酸根掉下來了 當我掉下來的時候 我的結構又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變成槽內 只是我那些甲離子就掉下來了 結果就是 我讓那打到細胞外 我讓甲打到細胞內 其中磷酸化的過程 開口從槽內變成槽外 使得那跑出去 去磷酸化的過程 使得開口槽外 轉成開口槽內 我把甲打進來 以上這是過程 我現在有個圖來解釋會更清楚 那這個磷甲梆會化ATP 你每打一次要花一個ATP 我們依據科學家的估計 你呼吸中所產生的ATP 在休息時 有三分之一的ATP 用於細胞膜上 納甲梆的運作 哇賽 三分之一的預算用在這裡 你想想看你嘛 你的零用錢這麼多 你有把三分之一的零用錢 用在某個事物上 那個事物對你來講 一定非常重要 納甲梆也是 我們幹嘛那麼無聊 把納打出去 把甲打進來 它是維持生命所必須 所以還要花三分之一的ATP 用在這裡 可見它多麼重要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圖 剛剛所說的那個機制 用這個圖來表達更好 按照編號 這是一 這是二 這是三 首先編號一 這個時候開口槽內 我的這個納甲梆 露出了三個半圓形的位置 讓納梨子等於接上 所以我可以接上三個納梨子 接下來呢 發生了磷酸化 ATP分解 它所產生的磷酸根 連到了蛋白質上 這個過程叫磷酸化 納甲梆被磷酸化了 接上磷酸根 接上磷酸根之後呢 造成三度空間結構改變 它的開口轉成朝外 同時 本來是半圓形的座位 被擠壓了 所以把納趕出去 本來對面這個 狹長三角形的座位 因為形狀改變 變成寬三角形 寬三角形 剛好可以讓 甲梨子接上來 所以在磷酸化的過程中 就是過程中 一二三 我的開口由朝內 變成朝外 納被趕出去 而且是三個納 好接下來是四五六 這三個過程 這三個過程呢 開口朝外 甲梨子接上 接兩個位置 磷酸掉下來了 這叫去磷酸化 當你磷酸化 磷酸掉了 我這個大白質 就恢復成原來的結構 就是從開口朝外 改坑 改坑 擦有朝內 那朝內的過程中 本來 寬三角形的底座 被擠壓 使得 甲被趕出去 而原來 狹長形的位置 也因為形狀改變寬 使得它要露出 半圓形的位置 讓納梨子得以接上 好的 這六個步驟 一二三四五六 剛好上面三個 叫做磷酸化過程 下面三個是去磷酸化 磷酸化 使得三個納打出去 去磷酸化使得三個甲打進來 好 那我現在很快的 把口訣念一遍 磷酸化 三納出 去磷酸化 二甲進 結果就是 三納出 二甲進 造成細胞外納梨子比較多 細胞內甲梨子比較多 那你看 三個正電出去 兩個正電進來 他們都帶一個正電 是不是久而久之 細胞外偏正電 細胞內偏腹電 所以結局就是 三納出二甲進的結局 外正內腹 外納內甲 你身上的細胞都是這樣 外納內甲 外正內腹 幹嘛這樣子 故意的 你的細胞膜 外面正裡面腹 外正內腹 外面納多 裡面甲多 外納內甲 這樣子的條件 可以維持你細胞的生命現象 我們可以在各章節 跟等一下舉些例子 你才值得花三分之一的預算 投資在 納甲梨上 外正內腹 外納內甲 好這是主動運輸中 納甲梨的一個作用的原理 你們要知道他的機制哦 好 我們來看這個動畫 就是呢 現在一開始開口槽內 三個納就進來了 三個納連進來 動了嗎 再一次 好 三個納進來 好 鈴生化他吧 形狀改變 開口槽外 三個納出 換兩個甲進來這個位置 坐下來 好 接下來呢 去鈴生化 形狀結構改變又恢復成原來 甲就進來了 三納出 二甲進 好 下一個三個納進來 鈴生化 開口朝外 三個納出去 好 這時候兩個甲進來 所以只要那甲幫浦不斷的運作 三個納不斷的出來 兩個甲不斷的進來 就會造成 三納出二甲進 造成外正內附 外納內甲 不過外正內附的機制 不是只有這樣子 我們等到高三的神經 再解釋 為什麼細胞膜外面 偏正電 裡面偏腹電 那甲幫浦只能解釋一部分 光是那納幫浦其實還不夠 還有別的機制 所以結局就是 你的全身細胞 然後外納內甲 外正內附 而納甲幫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機制 它耗能量 來維持這樣子的關係